女婿的女婿 女婿直接打包行李回了家 女婿出生在县城 父母都是企业职工 家境还算富裕 女婿大学毕业后 找到了月薪四千的工作 在父母的介绍下 和来自农村的丈夫结了婚 丈夫虽然出生在农村 但是为人很上进 手中也有不少积蓄 两人共同出钱 在城里全款买了房子 定居在了县城 以方便给后代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 婚后两人育有一女 李方身体不好 丈夫疼爱她 便没有要求李方继续生男孩儿 夫妻俩很重视女儿的教育 产后刚出月子 李方就立刻回到了工作岗位 一直勤恳地为公司付出 夫妻二人经过努力 职位都有了晋升 薪资也涨了不少 没有房贷和车贷的压力 夫妻俩一心培养着女儿 从小就为女儿报了各种辅导班 励志让女儿迎在起跑线上 如果遇上县城没有开设的课程 夫妻俩则会在天还没亮的时候 就开车带着女儿去室里上课 两个小时的课程结束后 再回线上别的课程 李方夫妻俩对女儿的培养 可谓是尽心尽力 女儿也不负众望 顺利升入了国内顶尖的985大学 还成了研究生 李方女儿研究生毕业后 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月薪八千 完全不需要李方夫妻俩为她操心 只是李方担心女儿迟迟不结婚 便督促她赶紧谈恋爱结婚 在李方夫妻俩的督促下 女儿合同公司的技术员谈起了恋爱 女儿的男友是农村出生 家境不算非常殷实 但也吃穿不愁 还小有资产 只不过 李方女儿的男友 把劳动人民勤俭普实的优良品质 发挥到了极致 到了有些抠门的地步 男友月薪一万 已经贷款买了车 但是每次和李方女儿出门 都不会开自己的车 经常拉着她一起挤公交 还夜市 除此之外 女儿的男友总带着她去同一家餐馆 只是因为常客可以打五折 这些对于李方女儿来说 并不是难以忍受的缺点 因此两人恋爱过程还算顺利和甜蜜 毕竟每个人在感情中的需求不同 哪怕李方也觉得女儿男友很小气 但是并没有干涉两人的恋爱 双方交往了一年 便有了结婚的打算 因此 男女双方便各自见了彼此的家长 女儿男友上门的时候 也并没拿很多礼物 只是送了两箱罐头给李方夫妇 尽管如此 夫妻俩也还是回送了未来女婿价值两千多的礼物 李方夫妻俩希望男方能够全款在城中买三十一厅的房子 房产证只写男方名字也无所谓 毕竟夫妻俩就在城里住 离女儿距离近 方便女儿受了委屈直接回娘家 李方要求对方全款买房完全就是不想女儿每个月还跟着还房贷受累 顺带也想看看男友对女儿的情意 但女婿并没有答应岳母全款买房的要求 继而提出希望夫妻两人贴置房贷 房产证写双方名字的想法 索性女儿怎么也不会吃亏 还总在母亲耳边吹风 李方也就依了未来女婿的意思 未来女婿一家并不想在婚礼上大费周章 因此只举办了小型却精致的婚礼 这样来也不算亏待新娘 女儿是十足的恋爱脑 做事又十分有自己的主见 李方一直都只能选择依着女儿 婚后不久女儿就怀了孕 等到孕期六个月的时候便开始安心在家待产 放弃了工作和其他一切琐事 待外孙出生后 女儿想让母亲陪伴在身边帮自己带孩子 于是便将李方叫到了家中住 如此一来 李方便住到了女婿家里 一边照顾女儿女婿 一边照顾外孙 再将李方请到家中前 女儿便和女婿商量过 出钱将母亲请到家里带孩子的事情 但是 女婿十分小气 并不愿意给岳母这笔钱 可李方女儿一直坚持己见 说什么也不愿意委屈自己的母亲 一直劝说着丈夫 李方女儿一直不肯松口 女婿也有了多重考虑 女婿认为 同样的事情 如果另聘保姆来做 可能索要的工资更高 做得还远不如岳母细致 便忍痛答应了妻子的提议 女婿本来只答应给两千 但在妻子的坚持下又让了一步 不情不愿地答应给岳母三千 李方哪里知道这么多 她心里很高兴 把这三千块钱 全荡成了女儿和女婿的孝心 这三千给了之后 在女婿心里 李方就成了她家的保姆 虽然女婿嘴上对李方 依旧是客客气气 但带孩子和家务的事 女婿从来都不管 女婿认为 李方拿了工资就该发挥作用 不该什么事都问自己 李方对女婿的表现 也察觉出了一些异样 虽然心里不舒服 但也没太放心上 李方一带外孙便是半年 半年后 女婿的父母到了家中暂住 女婿的父母刚来时 总是跟李方抢着干活 但后来却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李方 李方还觉得纳闷 直到她有一次无意听到了 女婿和父母的对话 原来 女婿一直在悄悄告诉她父母 不要跟李方抢着干活 还说李方既然拿了她的钱 就应该像保姆一样干活 李方这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亲家老两口 一直都也把自己当保姆一样使唤 开口闭口就是亲家 饭做好了没 原来自己真成了保姆 李方才彻底看清了女婿的想法 她非常生气 直接撂挑子回了老家 一家人之间本不必互相算计 因为算计来算计去 终究也会把自己算入其中 到最后自己跌了面子不说 倒也会惹得别人心生怨气 反而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一 月婿关系往往比婆媳关系更难相处 婆媳关系难处 但月婿关系往往比婆媳关系更难相处 对大多数家庭而言 儿子往往和父母同住 哪怕婆婆和儿媳之间有矛盾 做儿子的也会从中尽量协调 媳妇和母亲都不会受委屈 相较之下 月婿关系却完全不同 自古以来有句老话叫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受传统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影响 嫁出去的女儿往往被当作别家人 所以 哪怕女婿对月婿发难 女儿有时候做不了丈夫的主 做月婿的就只能委屈自己 归根结底 无论是婆媳关系还是月婿关系 都得讲究真诚和宽容 二 有些人永远也成不了一家人 世界上以血缘为依托建立关系的人 有千千万 但有些人永远也成不了一家人 一家人之间彼此需要互相体谅和真诚付出 一位算计他人只会让彼此关系越来越远 直到最后形同陌路 人生在世 少点算计多点真心 路才能越走越宽 您好 您好 您好